三个中产党 今次我们说的这件事肯定是中产最不喜欢的 我们说有很多抗争示威行动 虽然我们会有蓝丝和黄丝的听众 但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你搞完搞,起码就不要影响社会的地质那么严重 又或者起码都是在一些合法的角色去做 但今次你无可避免,虽然在我角度来说 比起旺角的鱼蛋革命还相差很远 但你都无可避免牵涉到一些冲突 甚至乎有些无力 沽默论,即是武力的定义可以好说 甚至乎你问我在6月21日你订鸡蛋去订阅 其实都是一种武力来的 现在的卖钱只不过是有牵涉到这些争论 争论来的都是那几个 第一是有没有需要有领袖 或者领袖的认受性在哪里 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 究竟武力是否一样 我们说在香港的抗争是一个必然之恶 或者是一样必须排除 武力,武力是指程度问题,没有订阅问题 就是说好像有个人有没有程度问题 你不能说扔鸡蛋全然无力 我们不需要去讨论那样东西 是程度问题 就回到警总那天 我想我代表很多中产 问一个问题 或者他们是担心的 那么多年轻人在那里 看到一个画面 又扔鸡蛋 又找一些灯去照他们 我想一般中产没有去过现场的 很难避免的一件事就是 当日警察很克制 他又说说到里面有多少个 又说有大妻子 又说出不来 那天的场面 觉得那些年轻人有扔鸡蛋 好像不很有道理 觉得警察很克制 我想很多就算是支持 年轻人的中产都会担心一样 就说会不会密极必反 他们如果是这么克制的话 会不会逼一逼下的话 于是乎就会出假访军了 我想身边有多少人会担心这件事 就算包括是支持 觉得是要反修例 支持年轻人的朋友 都会觉得有这个担心 就是怕他现在好像很克制的时候 但是会不会拆枪走火 拆枪走火 会不会因为这样 共产党就管制不了 于是乎就要出解放军了 那这件事是大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首先解放军 他拥有的那些飞机大炮 飞翼炮 火箭炮 钗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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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很难对付那些学生 即是今时今日不同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中共又穷又落后 又什么 才能转换炭车 你相信真的没有什么 像架子弹和没有吹雷弹 可能真的是 不是那问题 而是解放军是没有的 因为你转炭车 真的很难杀一些平民 你击一些章意的 是不是 但解放軍是用來對付外敵之類的 我所知應該有一堆專門負責評部 所以才做武警出來 倒警在大陸 反而如果說回一點點 六四的坦克其實就不是鎮壓示威者 他是去監察武警 因為這麼多武警 不是,那時候還沒有的 那時候還沒有武警部隊 就是監察鎮壓的部隊 因為你不知道那些人鎮壓會不會倒過 不是,那時候其實是因為他害怕 六四是另一件事 他是怕北京那班人全部都是那些學生的親戚 所以他在外面調些人 他在外面又沒有一些專業鎮壓部隊 所以就唯有調些解放軍過來 實在太沒辦法了 但是現在所以他才做一些武警 那些武裝警察已經是用來 鎮壓的水爆、防暴、陰波工 那些全部都齊了 當然他們的手段會兇殘很多 然後他們就是一個衝突超人物 所以會有一對武警的 但是他們都已經告訴過香港警察 如果你們不來的話 我們那班就沒有警察來的 你們如果半變的話 解放軍要來蓋你那班警察 所以警察已經逼到沒有路退 那警察就如總而言之 就總而言之他們就要震撼 那可否說其實警察是為了我們呢 警察的心 我不丟你的 我不丟你的話 那些人就丟你的 應該這樣說 所有的武力部隊 他都一定要做思想教育 就是說當年八九的時候 就會告訴解放軍 我們現在是平暴 所有的武警來說 我們要維持統一 解放軍 如果你沒有做思考教育 思想教育的話 你就沒有的 他一定會告訴你 你做的事情是很正確的 就是說如果你不打對方 你不依命令的話 你會遇到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 那些被你鎮壓的人 會受到更殘酷對待 第二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受到殘酷對待 香港的警察 那關於武力在抗爭裏面的作用 那你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武力就是這樣 權力或者所有東西 是來自你付出的 就是說 我們投資的 我們付出了錢 我們就有回報 沒有付出錢你就打工 但是付出權力 也是你要武力 你才可以得到 你付出越大 你得到越多 但是付出越大可以無力 就是說你武力用得對的地方 你就會贏 你會贏很多 很簡單 就是買股票 你不給錢 那你就不會永遠賺不到錢 但是你永遠會蝕錢 你賣世界股 那你風險大賺得多 但是不代表你無價 所有政治你都要付出 你付出才有代價 就是我經常都說 一百萬人遊行 未必夠一百個人很勇武 那麼有力 但是你一百個人勇武 你可能輸了 你可能後果很嚴重 武力在政治方面 是永遠有效 但是永遠是最危險的 永遠是最危險的 你現在是否煽惑公眾防擾 OK 這樣說好不好 我現在講學術理論 我作為一個建制派 大家記住我是一個建制派 我是最反對用武力的 但是我現在講的理論就是 你要付出才有代價 最支持共產黨用武力 最反對示威者用武力 可能是 但問題是 我現在講的是 你要去爭取的時候 你要去爭取一件事 你要去爭取一件事 武力的效力 就是在你的付出 你付出代價 就是當你付出的時候 你可能要全部代價 兼職覆沒 但是問題 如果我想一個 我作為中央政府 我會怕你暴動 當然我怕你遊行 就是暴動我都不知怎樣 我鎮壓 又會見到 嘩 通眠血 嘩 那些事情就不知怎樣 然後呢 然後 到最後 你如果極度殘落 我會出十八條 把整個香港收回 那你香港人都輸了 但問題就是 我又很煩 我非常之不想 非常之不想用 解放軍明 全部都不想用 是重力武器 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所謂 中共怕暴動多於遊行 你可以在一個控制的範圍之內 完結那件事 暴動 你就算可以成功鎮壓它 解放軍有這麼多軍備 一定鎮壓到 但是你控制不到那件事 會怎樣發展 整個社會會有太大的怨憤 你說要殺人 有什麼 那你會有很大的怨憤 於是社會的騷亂 你沒有辦法平靜 你是不是要戒嚴 是不是 真正怕的 其實你真的遊行 真的沒有用 但你就有兩個平衡點 你什麼都 我會講 沒有一些所謂暴力 或者武力的元素 政府就行完就算了 但你太激動的時候 他又會找武警來鎮壓 變成入狀十七條 將香港變成西狀 你又要在這個平衡之中行 是不是 你想想這樣 當然你那些人 有很多人會做炮灰 那這個問題就是 你政治 你經常是想著 大家不用付出 就是想著 如果存錢到銀行收息的話 再隨時拿出來儲足戶口 你就會不會發達 但問題是 你希望發達你也不會輸 這個令我想起 就是人們說要抗爭 就要把港元轉美金 我心想這個世界有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你只是想著轉美金呢 然後我就想得回 因為如果你發覺不對勁 你轉回港幣的時候 你都可以跟回聯系匯率 你不會虧了匯率 如果你的抗爭的想法 永遠都有後路 或者不想著有什麼負責 低成本的 那你就永遠都不會有負責 你如果抗爭最有效的 就提出所有錢出來 支持抗爭的人 對 那你之前說 你現在經常想著 你經常想著 大家現在成本很低 我告訴你 這個絕對沒有效力 不如好像我那樣 大家一起加入建制派 做信民 不要搞那麼多 好過大家搞來搞去 又說不像 我現在為民主很大 我走了五個小時 流全身汗 好辛苦 回到中國樓 大哥你跑步都不知道 周時去是不是 我覺得抗爭 需要付出 不付出 跟我一樣 我絕對不付出 我做信民而已 我只是投資做生意 我都不是用一個公理的角度去說 我可以再補充一點就是 因為你付出少 你都期望回報一定是少的 所以譬如你遊完走 政府是不理你 那我便表達憤怒 然後留下自由行 如果你是付出了一些東西 錢也好 你的風險被拘捕的風險也好 可能你受傷也好 你就會投放到情感入面 大哥 那些世界股 我扔了這麼多錢 你沒理由不升 你的欲緊程度 是會影響了你希望那樣東西的回報 然後如果政府 不回應你付出的東西 你就好像是買了世界股 現在跌回頭 不行我一定要追求 大哥我拿了這麼多錢 沒理由現在不追求 你是會不停不停 再投放新的進去 這個我想就是那種所謂和平 和一種所謂暴力也好 武力也好 勇武抗爭的分別 因為你移情再勇 你投放了這麼多東西付出 你是期望有更加多的東西 但是你沒有投放 你覺得沒有都預料了 我自己也沒有什麼付出 古希臘有一句話 叫貴族死角 奴隸偷生 為什麼個人做貴族 因為那個貴族 那天是拿一條命去搏 然後他爸爸是貴族 兒子就受了 兒子就受了 但是貴族是要死角 奉是貴族是要為國家犧牲的 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是能夠做貴族 就是羅馬人就是所有貴族 或者原住民那些公民就是要服役 奴隸就是不用服役的 沒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犧牲 我可以告訴你 我絕對是一個建制派 大家認住我 罵我沒問題 我是 但是要用將制派的角度來罵你 就是你這些是賣港賊 你這些就是支持中共鎮壓 就是要罵你可以罵 沒錯 但是我只是說純從學術 因為戰制派都可以說學術的 從學術來講 你就必須是有付出 農民戰爭 才有機會 人家真的 這時候都說 美國今次今晚的地位 共產黨今次的 全部都是拿血來回來的 好 這就就到這裡